今天我們用15來弄一個卡貼雙卡雙待的教程 我們今天用的是兩張連通卡 先解鎖副卡 取一張卡貼 背面的膠質不要 缺腳對著缺腳 把它沾上 把它放到副卡的位置 裝進手機 電手動解鎖 ATT5G 重點來了 打開副卡SIM卡應用程序 點擊重新獲取信號 慢慢等待右上角5G消失 自己跳到主頁面 找到副卡 打開數據慢有幾個出現 LTE 副卡解鎖成功 停賽副卡技術總結 副卡現在已經解出了LTE的網絡 因為副卡用的是TMSI的解鎖模式 沒有那麼穩定 我們現在開始解主卡 用QPE的模式解主卡 一張小白卡 放在副卡的位置 然後取一個卡貼 貼在我們的主卡的芯片上面 放上去 副卡的小白卡 卡結實 主卡 把它放進去 選擇eSIM專用解鎖 ATT5G 解鎖 上面已經出現兩個信號格 現在我們進設置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這個號碼 數據慢有打開LTE的網絡 我們現在給它加載一下IPCC 我們現在給它加載一下IPCC 注意注意 5G信號格 QPE解鎖技術總結 現在主卡已經解出5G 副卡我們剛才已經解好了 現在就是把主副卡一起放進去 現在拔出主卡 我們小白卡就不再需要了 小白卡放一遍 主卡放在主卡的位置 副卡放在副卡的位置 然後一起放進去 TING賽加QPE技術總結 我們現在已經把兩張卡都裝進去了 如果出現無服務的情況 我們就在主卡的重新獲取信號 去點SIM卡應用程序的重新獲取信號 就可以了